主席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你們該彼此相愛 要和我愛了你們一樣 今日耶穌基督的這句新的介明 對我們的教友呢 都是很熟悉的 但是 這個愛得的意思 都是好生的 所以 虽然我们明治 彼此相爱生活的重要性 不过 很难认得 如何生活才能够 完成这个彼此相爱的 界明呢 正如为了 认得清楚耶稣基督的 生命的命令 我们要看一下 耶稣基督何时共出来 这句话先 那么这个命令呢 耶稣基督受难之前的内容 还是复活之后的内容呢 甚至我们价有容易想 这个很重要的 命令 很重要的福音 好像是耶稣 升天之前最后的说话 不过 耶稣和门徒一切的时候 耶稣和自己门徒 一切生活的时候 即是耶稣受难之前 他为了准备自己的牺牲 说给门徒听的说话 是这个说话的了 所以 我们对待 我们对待这个彼此相爱的命令呢 都可以 理解这个说话的意思 好像是这样 我坚持行十字架的道路一样 你们都应该要行十字架的生活 其实外心的道路 就是跟十字架的道路一样 是不是 我们每一个人的性格 或者感情都不同 也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态度 和成长的背景 或者环境都不同 那我们怎样 跟这种完全不同的人去生活呢 怎样始终能够理解 其他人去生活呢 正如为了爱德的道路上 失望和阻碍的情形 是当然的过程 如果我们没有感受到关系里面的痛苦 恶心的关系也都不能延续 所以耶稣基督强调 因为耶稣呢 觉得很麻烦的 说三次多 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呢 但是耶稣呢 没有心急 继续忍受 继续说出来 这个是爱心的了 因为耶稣呢 因为耶稣基督都了解世界的不足 所以他接受避免不到的矛盾 终于耶稣呢 终于耶稣基督行走 受难 和死亡 禁用十字架的道路 这个原因 只是一个 爱心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世界时事都告诉我们 不用回望过去 只不过要向前看 感到生活就可以 所以我们经常都坚持 太张内或者美类感到生活 对于自己起床之后 我们觉得同 昨天一样的一日 所以没什么特别的期待 正如 我们怎样忍受 这种重复的生活呢 为了生活的理由 和力量 我们从哪里得到呢 都是一个 爱心 因为我们爱自己 所以能够得到 为了一日生活的信心 和力量 因为我们爱其他人 所以都得到 超越一个人的强力的希望 和能够恢复关系上的伤口 当然我们的生活 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 而是我们无爱心存在的所有时间 是旷野的时间 我们的爱心存在的 也许 透过自己爱心的十字架 给我们生命 这样 我们都要跟随 他生活的命令 所以 今天请我们教友 想想 现在 我们的十字架 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有 不单止是属于耶稣基督 也都是属于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物 天主保有 请 请